新名记第十三章 警告不可拜偶像 耶和说你的神 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 从你面前剪除 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 那时就要谨慎 不可以在他们除灭之后 随从他们的恶族陷入网络 也不可以访问他们的神话 这些国民如何侍奉他们的神 我也都要照样行 你不可以向耶和说你的神这样行 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 行着耶和说所争念所恨慕的一切事 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 牵与他们的神 凡我所吩咐的 你们都要紧手遵行 不可加添 也都不可删减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或者是做梦的起来 向你显个神迹歧视 对你说 我们去随从你素来 所不认识的其他神 侍奉他 他所显的神迹歧视 虽有应验 你都不可以听那些先知 或者是那个做梦之人的说话 因为这些是耶和说 你们的神 试验你们 要知道 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说 你们的神 你们要信从耶和说 你们的神 敬畏他 忍守他的戒命 听从他的话 侍奉他 或者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 如果暗中引誘你说 我们不如去侍奉你 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其他神 是你的四维列国的神 无论是离你近 离你远 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 你不可以依从他 也不可以听从他 眼不可顾色他 你不可以连恕他 也不可以遮鼻他 总要杀他 你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 将他自死 要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他想要勾引你 离开那个 令你出埃及地 为奴之家的耶和说 你的神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 再行这样的恶了 在耶和说 你的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 你如果听人说 有些匪类 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 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 我们不如去侍奉 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其他神 你就要谈听 查诡 细细地访问 果然是真 准有这些可憎苦的事 行在你们中间 你必要用刀杀 那个城里面的居民 将城里面所有的 连生畜都用刀杀尽 你从那个城里所夺的财物 都要堆积在街市上 用火将城 同他之内所夺的财物 都在耶和说 你的神面前宵尽 那个城就永为坊堆 不可再建筑 那些当毁灭的物 连一点都不可以沾你手 你要听从耶和说 你的神的话 遵守我今天 所吩咐你的一切戒命 行耶和说 你的神眼中 看为正的事 耶和说 就必转意 不发烈怒 恩代你 连遜你 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 使你人数增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